大家早安啊 我們現在在起床了 然後準備等一下要去一個什麼 東邊的畫廊還是什麼 就有一個很著名的兄弟之吻 然後現在吃早餐 早安就是昨天在超市買的 麵包 還有這一罐 什麼香腸之類的 我覺得很好吃耶 它是脆脆外面脆脆的那一種 但我覺得如果有烤過然後加番茄醬也會更好吃 但是就沒關係啦 因為這邊沒送送 我們搭了第一次在柏林的公車 然後柏林他們自己的人 好像都會有一種月票卡 所以就很像月票卡那樣 可以就是逼來逼去之類的 但是我們這種沒有的 通常不是就是 15塊拖一拖之類的 但他們這個錢好像每一站都不一樣 就是搞不太清楚 然後就是他可以幫你找線 就是你可以給他五塊然後他找 錢給你像我搭這一次是 2.8歐 台幣100塊左右吧 然後只是搭個六站還七站 傻眼貴 然後你就看到公車很悠閒的停在旁邊 找錢給你 然後找了很久之後才開走 就是一線呈現一個非常的 不快速的狀態 我真的覺得傻眼 然後我又逛了另外一間超市 我覺得超市真的很便宜 根本就是台灣價錢 或者是比台灣價錢更便宜 但是不是那種小間的 有一些小間的像全聯那種 就比較貴 但你要找那種大間 比較像是 應該在全聯跟大潤發中間 就可能是很大間的頂號 之類那種的 這樣講了一會兒很奇怪 反正就有點像單層的 大潤發嗎 這種就會便宜很多 像飲料啊 水都便宜超多的 你知道有層次 有一瓶不用一塊 然後很大罐 一公升吧 然後不用 就台幣大概三四六塊 然後肉也超便宜 大概三百多塊台幣 三百左右 就沒有一整隻雞 就很方便 但是因為我這次住了青年旅館 就是沒有廚房或什麼的 所以就沒辦法買東西回去住 不然其實去超市買的話 在德國其實 在柏林其實生活不用這麼艱辛 其實也是可以吃很好 就是只要你有找到超市這樣 我們剛剛就搭這台巴士 2.8歐 2.8歐 呵呵 Sully is fancy for the bus price 2.8 Yeah it's 2.8 Europe 嚇死人了 喔又有蜜蜂 這裡超多蜜蜂的 我真的是會被嚇死 我們那一天在吃早餐的時候 也是有一隻蜜蜂 我們怎麼會他 他都不走 然後我們就速速 趕快吃完 我們花超多錢 在吃那頓早餐 然後要悠閒享受一個早晨的感覺 結果後來就一隻蜜蜂來攪亂 然後我們就 反正後來就這樣 然後趕快吃 結果後來就走了 這裡超多蜜蜂 路上都有蜜蜂 超驚人 然後我們現在又去一個什麼 感覺很像室內的傳統市場之類 可是好像在禮拜四的時候會比較多人 就是會有各種不一樣 國家嗎還是什麼樣之類的特色市集 但今天就不知道會怎麼樣 今天是禮拜日 我們到了 要去看一下裡面怎麼樣 看起來有點高級 我覺得好像因為不是禮拜四 所以沒有很多東西 就還好而已 沒有什麼看了會特別想吃的 但這裡賣很多那種 生的義大利麵 他買了一個不知道什麼 所以你這樣看 你看 那就是 對 好 好 gh 這裡超臭的 超多那種尿味 還有什麼廁所味 超噁心 很臭 我們現在在東邊畫廊了 然後等一下要去找一個什麼兄弟之吻 我跟Lin說我們應該要 make song for shadow 我們應該要做一個影子之歌 因為我們真的很需要影子 每個地方都太陽超大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找影子 哪裡有影子就往哪裡去 然後這裡也還蠻多那種 街頭藝人之類的 還蠻酷的 喔 我看到了 這裡 好多人在這裡喔 應該都是想要跟那個人拍照吧 我們終於成功的拍完了 任務搭載了 開心 好熱喔 現在在路邊一家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餐廳 感覺很像是土耳其嗎 反正就不是柏林當地的餐廳這樣 我們太累了 然後我們點了個飯一起吃 然後還有果汁 我們剛剛用Google的拍照功能 我們剛剛用Google的拍照功能 就是用相機 然後拍照 然後他就會找那個德文字 然後他就會找那個德文字 好棒了 然後還有一個餅 跟這個喝起來很像 鹹鹹酸酸的優酪乳 然後很淡的感覺 不知道會怎麼 還有一盤小小的醃菜吧 之類的 好棒 好吃嗎 好吃 飯跟肉 很好吃耶 很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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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欸他的飯不是那種泰國瘦瘦的飯 他是圓圓的飯 加了辣椒 嗯 好吃 好吃 你知道什麼嗎 我甚至少不知道怎麼用它 是用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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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用它嗎 是用它嗎 它味道很酸 對 一點點鹹 嗯 好吃 好吃 我喜歡這一攤 好好吃喔 如果每天吃這個再補鈴就OK 欸這麼多7塊 我覺得比那時候早餐好很多 好像6塊5吧 6塊5差不多 好吃好吃 嗯 嗯 它這個有橙汁是蠢的 因為它沒有冰塊 但它都不知道我有多想喝冰塊 一直喝不到 吃麵包 我吃麵包 吃麵包 吃麵包 我覺得麵包還好 哈囉大家 我會來青年旅館了 然後 因為 這幾天 就是有跟 認識的 新認識的朋友一起 所以 可能會變得說 不是每一個地方 我都可以 就想拍的時候就拍 因為 有時候可能要找路什麼的 就是 嗯 不要讓對方太有 就不要造成對方麻煩 所以有時候 我可能 就沒有辦法 有時候想拍的東西就拍 但我還是盡量都有拍 然後 我發現我好像沒有習慣性 在影片做結尾 所以每次自己在剪影片的時候 到後來自己都覺得 蛤 很唐突的結束了 但是有時候 就出去完之後 然後回來又要剪 就是 嗯 有時候可能沒辦法 那麼快就剪完 然後 還要就是會很懶 就會變得很懶的 還要再搞一個結尾出來 然後 有時候相機 也會沒電啊什麼 就很多突發的狀況 所以有時候可能就沒辦法 影片的剪文那麼完整 然後 今天就突然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想說 我先來做個結尾 然後就是 非常謝謝大家 就是願意看我的影片 然後 我也很希望可以繼續 帶著你們一起 就是跟我 試著環遊世界 因為我其實沒有保證說 我一定可以 就真的繞一圈 因為 畢竟經費有限 存的錢也沒有很多 應該算蠻少的 所以就是盡量的 玩多久就玩多久 然後也希望你們可以 繼續看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繼續支持我 然後喜歡的話 大家好像都會這樣講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訂閱 然後最好最好的話 就是分享給 就是你的朋友知道 然後知道這個頻道 然後可以讓更多人 可以看到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拜拜